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认识的这位合法童颜之人呀 他不是深山里的影视 那他是哪里的人呢 对 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的滚滚红尘当中会有这样的高人 当然有啊 您越说我越想见见这位 你别急啊 等一下呢 我们就一起去见一见这位红尘中的高人 好好好 他是不是很少得病 很少得病 别提了 怎么呢 1983年他患了一种不治之症 有 对 这个病的名字叫进行性积极萎缩症 哎呦 这个可是很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当然了 特别可怕 世界卫生土质啊 世界卫生土质把这种病呢 列为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啊 得了这种病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肌肉萎缩 然后是迟缓性的瘫痪 凡是得了这样的病的人 最终都会呼吸无力 然后压迫心脏窒息而死 是非常可怕的疾病 你知道吗 他本人就是一名医生 而且他太太还是神经内科的主治医生 两个人都是医生 都是医生 对 而且呢 他们可以说是治愈了无数的病人 当面对自己的疾病时呢 他们是盲人无措 而且他们看遍了中心名医 最后都以失败为告终了 哎呦 您看他们身为大夫啊 对自己的病 确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啊 不过您说的我有点懵啊 怎么啊 刚才您提到这个1983年 他得了这种病 那1983年到现在算下来 已经30多年了 对啊 他是怎么活过来的呢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里呢 可成就着一段不朽的佳话 那我们呢 还是一起呢 去见一见这位红尘中的高人 啊 请观众朋友您收看汪医生的故事 我叫汪志远 我是一名医生 我从1972年开始从事医学工作 1975年呢 到四一大读书 我的专业呢 是航空医学 之后呢 我先后担任过 就是航空军医 航空军医主任 也担任过呢 这个文革后的全球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 和这个航空军医杂志的编委 1995年呢 我就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这个心血管研究中心 啊 担任那个medical research specialist 从事呢 小动物模型的这个显微手术 和相应的病理学研究 我今天给大家说啊 就是 我是一名医生 可是呢 很不幸的是 我83年啊 患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叫静性性急急萎缩症 这种病呢 也叫减动人 啊 他是因为啊 是脊髓的 用动细胞 用动神经元细胞的 变性造成的 全身的脊肉萎缩 首先从人的四肢远端开始 最后发展到了 到了呼吸器的脊肉萎 影响了呼吸 这个 我呢 是血医的 我深深知道这个病的严重程度 我太太又是专门这个神经 这个专科的组织医生 这个疾病到现在为止 中外没有办法治疗 最专专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著作记载啊 平均冲活35年 最长的记录是15年 我当时得病的时候我曾经在北京啊空军总医院就看过一次这样的病人 有一个这个后勤部的一个干部 我也是学医的我太太学医的 我完全知道这个病的后果 这给我的精神压力啊非常大 我当时呢 症状就已经是全身无力啊 就是到有时候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从一路走到二路啊 都感到累点啊 头昏脑胀 记忆里啊 差到什么程度呢 连自己家的地址经常忘记 啊 当时我也不没有放弃啊 我就 造访了一些 这个 有名的这个专科医院的专长 你包括北京的301 啊 空军总医院 呃 就四川的华西一大 还有三 军队的三一大 四一大 我本人呢 也是一大逼的 我有很多啊 在这方面的 这个 同学啊 朋友 也都很多都是在科室里当那个主任 副主任啊 副教授的 我太太也是这个神级内科的 啊 组织大夫 专门研究这个科题的 我的这个医疗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 可是都没有办法 后来我还就市长 用中医 进去治疗 也没有办法 当时你不知道 我这个啊 心情啊 是很沮丧的 全家都在笼罩的这个啊 在这阴影之中 一想起啊 你不要想一想起啊 就是那些 我看到的那个病人的那个状态 全身脊肉萎缩造成的那个皮包骨头的那个悲惨状态 那个可怕的状态 那个可怕的状态 而且我自己本身呢也是 红身乏力 记忆力衰退 啊 而且呢 心情就不好 经常也也在家里发脾气啊 给孩子啊 我太太呢 也在这种心情的压力下 全家都在这个状态中 你想想那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各种办法 包括中医西医的办法 想变了 也都没办法 就是一种绝望的状态 几个月的事情 就从体重150斤 降到了118斤 在医疗这个领域啊 通过很多年的求术 我发觉是走投目 后来我就想进入了 气功这个领域 我呢也碰到过一些高功师傅 我发现这个 这个领域啊 它有特别的地方 可能会有奇迹出现 可是呢 我们在国内啊 也走遍了 走了很多这个名山大船 找过很多人 也学过一些气功 可是呢 都不行 我其中学了一种功夫 当时认为啊 也是很厉害的 可是呢 练着又练了 这个功能又强 可是身体状况 越来越差 先后还登陈述了 先后还登了这个十二长 溃疑 长颜 啊 耀劫师等等 还出现了两次的上下 或是大出去 九四年的一次啊 九四年那一次啊 出现了修科 啊 就 当时差点就没命了 血栽数降到了六科 从来以后 人的身体就更差 那个状态就更差 啊 他的精神呢 也就更差了 这个 我九五年 就在这之前呢 我太太呢 就到美国的哈佛大学 做访问学者研究 她呢 其实上 是想到美国来 想在西方寻求 治疗这个疾病的方法 啊 过了三年 出国三年以后呢 叫我到出国来 我出国之前 我们几个啊 这个朋友啊 就在一起商量 说七公戒 可能会有七金 我们要找一找 啊 咱们就商量好 是咱们分头找 谁发现了高公室 真正的高公室法 就互相通报 我九五年啊 出国以后 在哈佛大学 在公共卫生 学院啊 这个新学国研究中心 工作 呃 大家知道 吃个哈佛大学 这个技术这个领域啊 这个竞争性也是很强 压力 专业压力也是很大的 我在这里呢 再加上我当时的身体状况 是一天不如一天 加上这个精神压力 还有工作压力 哎 真的 那个 身体啊 一天到晚 就在那个疲惫不堪 有气无力的状态中 而且呢 精神上呢 又看不到希望 啊 这个 我太太还 还强大着精神啊 她全年都鼓励我啊 啊 就这样 真的那时候 人就感到一种啊 就是一种 那个绝望的状态 啊 走突无路的状态 就搞不清楚什么时候 会这个就把这就放到国外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哈佛大学 它汇聚了世界上各类顶级的这个人才 而且她的这个技术啊 设备啊 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 是啊 如果汪医生的病在哈佛大学都治不好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吧 按照现代医学来推啊 确实没错 嗯 可是后来它怎么好了呢 对呀 而且还成了合法童年 是 我们还是继续去聆听这其中的玄机 在1998年2月份 我盼望19的时间终于发生 1998年那个朋友 就给我来信说 他练了半年的法轮功 他发觉这才真正的正法修炼 带高功 叫我去 那样 我当时还半信半疑 但是我对这个朋友是非常相信 我就去了 当我进入到那个就是九天班啊 第一天班 我往那桌 开始放那个录像 师傅开始讲课的时候 哎呀 我就感到那这个强大的能量场 照着这 紧接着呢 我就感到后背啊 一阵一股一股的热流啊 从头到脚 通便全身 那可舒服 哦 那个温暖是你们没法醒啊 而且我就不停的流泪 我这个人很坚强呢 在我的影响中 我没有流泪的这个机遇 我遇到什么空来我都都不怕 就就那么多年这个疾病啊 环境这种状态 我都没从来没说完流泪 可是我就不知不觉的流泪 那一天我去的之后 头脑红红正正 在工作一天 人家很忙很累 身体状况又不好 可是当我听完课回家的路上 我才发现 哎呀 那个人啊 眼睛直亮 头脑就清醒 一个轻松感啊 人的力量好像有 哎呀 真的很有力气那个样子 开车回家 哎呀 我发现啊 哎呀 我很庆幸 那天我真的很 真的回家 路上就感到很激动了 哎呀 我真的找到了 这个我们原来听说过 但那些包括那个老和尚 都没有见过的 这样的高公主 没想到这个公 竟然现在公开船了 好 我第二天就再接着去 上课听 啊 又是 不时间要上上厕所 但第二天不流泪了 上厕所 第四五天 我的胃的症状就全没了 人的感觉完全 就像个正常人了 后来师父就讲啊 说 有些人啊 他内脏有病 要给他清理 哎 说 有些人说 一路找厕所 是因为他内脏有病 清理 好 我先明白了 我你看有尿结石吗 啊 我练了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整个人恢复的症状 不管是症状消失啊 就是体重从 从一百二十多斤 恢复到一百五六斤 血塞子从六颗 六七颗恢复到 十三颗多 这才一百天不到 红细跑的再生的周期 是一百二十天 我不到一百天 全部恢复了 你能说不是七级吗 还有我本身的这个 积极萎缩症 它是一种静性性积极萎缩 它不是说 是一个什么 这个 是其他的病 就是肌肉不断地 没错 怎么可能恢复呢 你肌肉怎么会再长起来呢 没从没听说过 就是目前的医疗 就方法就不能制止它停止 让它停止 发展还不要是你恢复 可是我呢 三个月恢复了 从目前为止 医学的专注上记载 没有 没有任何人说有这样恢复的例子 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在 平均冲活 就是最有权威的那个著作 记载也是 平均冲活三十五年 最长的十五年 可以说 不压抑这个癌症的恐惧 可是我恢复了 现在我修炼 从九八年二十分 到现在多少年了 这多少年了 想想看 而且大家看到 我现在是红光门战 对吧 身体降壮 然后又是一倍一时 一时多金领 瘦的骨 骨头 皮膀骨头的样子 没有 这就是打法的神奇 可以说 修炼法轮功 给了我第二只生命 展现着我眼前的 一个崭新的世界 不但我的身体 会复正常了 健康 我的世界观 我的认识 思想警戒 都超越了 一般的常识 我看问题 不是那样的 胸怀豁达 什么困难 都挡不住 比以前来说 这个意识更加坚强 身体更加强壮 脑袋反应 记忆力各方面 比原来更好 就相当于 二十多年前 就是三十岁左右 那个状态 你想想看 这不是神奇吗 对 可以 一个从中国来到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寻找生命间 生机的一个学者 在求之不忘的绝境当中 通过修炼法轮大法 重获了新生 我觉得这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一种 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那种神迹 是 因为这种生命的神迹 能为那些正在苦苦 挣扎的患者们 和关心他的人们 给他们打开一扇希望之源 听说汪医生的母亲 当时也是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 肺癌晚期 而且当时大夫说他只有二十天的生命 对啊 这又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癌症 那么汪医生是否为他的母亲 寻找到治愈的良方 我们还是接下来继续聆听 这个答案的揭晓 还有 我呢 这不是好了 随过随着我不断的修炼 就有来有感到这个功夫这么好 我就想 把这个好事告诉更多的人 我最想告诉的事情就是我母亲 她患什么 肺癌的晚期 通过放置治疗以后 身体很虚弱 所以呢 我就告诉我母亲 我说 法轮大法是一个真正的正法销炼高的大法 他不是一般的练功 你去试一下 过了三个月 我在打电话回去以后 我听到一个这个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接电话 我说你去喊一下我妈接电话 她说我就是我 哎呀 她说我练了法轮功 我也练了法轮功 一个有我全好了 我听了个老师讲课的第三天 我的眼睛就亮了 耳朵就能听清了 一样的一个人 我什么都病都没了 症状全好了 我现在就可以坐公共汽车 到菜市场去买菜 回来给大家做饭 原来她是个什么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这是我的母亲 我说你是我妈妈 她说你还听不出来吗 我这一听 她那个声音真的是我妈妈 但是她那个声音 这洪亮 这个 这有力 是我真的不敢相信 可是我告诉大家 这是千真万确的 在她练功之前是个什么情况 肺炎的晚期 放射治疗之后 还有高血压 这个糖尿病 这个胆结石 还有关键炎 医生的病 再加上这个肺炎 放射治疗以后 引起的那个食欲不好 一天人就是轰轰撑撑 医生 有一段这个争端的他就说 说你这个也就活不了 那么可能也就 胳膊炎的吃这样一样 可是练功完以后 好了我妈说 她又去医院 找同样找了个医生 医生说老太太 你这哪有癌症 这没有哪 啥事都没有了 一个被医生宣判 只有各把月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肺癌晚期患者 在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康复了 痊愈了 是啊 怎么解释 完全是一种神迹当中的神迹 大法的神迹就这样一桩桩 一件件的展现着 出乎意料 又是那样的真实 是啊 我已经被镇静的是无以言表了 我们还是继续来听听看看 还有什么神迹出现 我还告诉大家一个 我除了刚才身体这方面的见证的神奇之外 我还遇到一个神奇 就是我在看转法龙 就是 就是 法龙功的那个代表著作 叫转法龙 有一段时间 我们单位的工作很清闲 所以我就天天看 一天看一讲 有时候看两三讲 有一天我看着看着 紫发红 我以为我是看世界长了 眼睛看泪了 我在图书馆嘛 我就我想往那走一走 过了一会儿回来 我一看这个书还是发红 我一看旁边 我的专业书 它就正常 再回头看还是发红 我再继续看 又看又红 合起来以后 这书缝呢 冒紫光 哎呀 我那天非常激动 我说人家说啊 这个转法龙是本天书 我逼不理解原来 那天我才真正体会到 这是一本天书 这个书呢 这个书呢本身携带着一个强大的一个能量场 当你进入到一定非常专注的那个情况的时候 这个场就显示出来 能够看到了 能够看到了 哎 你就跟这个场 就是连在一起了 这个场就可以调整你的身体 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能感受到这个场的能量和它的作用 那一天我真体会到了 这个书是天书 它不是一般的书 从来以后 吃进了将近一年时间 我每天只要翻开这个书 看就是红色 而且有时候还变色 有时候变成蓝色 吃成黄鹿青脸 它变 最后变成就是光 所以我今天啊 再次告诉大家 要自己去看一下这本书 这是万古难遇的天书 你可能就会发现 真正的真理 发现这个天书的所在 看到一个展现的世界在你面前 我给大家讲 我就是法轮功 给了我第二条生命 要不练法轮功 大家想一想我在哪里 真的是不敢回首啊 还想起过去那个 那个年代啊 真的是让人难忘 想起 如果没有法轮大法啊 真哪有情敌 可是呢 在我的这个神奇啊 很多人呢 他是想象不到的 有些人甚至不相信 可是人们就是这样 在迷宗啊 只有自己亲自实践了 你才真正能够体验到 这个法轮功的神奇 我再次感谢啊 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师父 感谢师父 把我带住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也再次把这个福音 告诉世界所有的人 我劝所有的朋友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这是万载难封的机会 我再次把我带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